你一打肉汁感覺你一打不完的 那麼填補一次完成70%到80%左右 在現在是一個趨勢 就是你填了之後 綠久彌新 對… 綠久彌新是什麼意思 像這樣子填了 會不會影響它的動作 這個不會 因為你填的話是直接的凹陷 的地方的填補 表情那些都是 那表情完全的自然 因為它不是干擾神經 那一般的所謂的綠久彌新就是說 你可能一填的時候 就維持個10年左右 這麼久啊 維持個10年左右 對 因為你沒有眉間紋的表現的時候 相對你就不會皺眉頭 其實它是皺眉頭 皺到後來的時候 就不斷的抬頭紋 眉間紋 像這樣都是改善的 直接改善了這個紋路 是 好 所以眉間紋其實 常常在我們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就會皺著眉頭 可能日積越累 那個這一個小字就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明顯 對 那在這個照片當中 前後之後你就會覺得 好像它從一個眉頭深鎖的 很優越的人 變成一個很開朗的人 對 它從黑道到白道好嗎 感覺溫和多了 是 好 所以皺眉 就是眉間紋的產生的原因 除了我剛剛講說 經常是不自覺的皺眉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會造成 是的 那一般我們會皺眉的話 通常都會面臨到所謂的 第一個是所謂的表情多 你表情豐富的人 你縮笑逗唱 還要會大大的這個表情 包括皺眉頭 所以說眉頭深鎖 經過了久了之後 經常有這個皺眉的現象 表情多的人 像有一些演員演戲的時候 他表情必須豐富的 是 第二個是自然的老化 膠原流失 然後肌肉的這個萎縮 那膠原的流失的時候 自然的隨著地心引力 它更會移位 第三個是眼尾下垂 35歲以上的民眾 通常都會有所謂的眼皮 變飽了眼尾開始下垂了 久了之後就形成所謂的眉間紋 所以就像剛剛翠芬的分享就是 你的長官讓你覺得很困擾 不論你講什麼 他都皺著眉頭 對… 可是他們覺得 他們那是權威的表示 權威最好是不要寫在臉上 權威寫在專業跟寫在心裡就好了 寫在天庭上好了 那瑞琳你有遇過這個 眉間紋非常嚴重的朋友嗎 對 因為不要說朋友 因為四周圍的家人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觀察一下 像你看我媽媽有 因為我媽媽其實就是說 她本身自己也是很憂愁 所以她不知不覺當中 你不管她有怎麼笑的表情 她的這個就是一個這樣子的歪字 就是非常非常明顯 即使她整個皮膚都是碰陪 她是我們家最漂亮最白的 但是就是這兩個深刻的 好像就是 刀子去刻上去那種感覺 再來就是我們其他的 就是像我兄弟姐妹們也是一樣 就是說一個是太… 就是說她在整個動作的問題 長久下來 像我老公她就是 長久下來盯著電腦 而且她是一隻眼睛 她有戴眼鏡 一隻眼睛近視 一隻眼睛遠視 所以她是交叉在… 對 答對了 會更嚴重 對 她看東西很吃力 所以漸漸的 她看起來是算我們差兩歲 而看起來我們差十歲好嗎 對 她比妳年輕十歲 不是 她比我老十歲 對不起 妳保養很好啊 沒有… 就是說她看起來有抬頭紋的 或有這樣的紋路 坦白講 她看起來年紀就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有些婆婆 像我碰到就是說 她們要結婚的人 最近要結婚的人 她婆婆會喜歡她去做一些 小小的微調 因為這邊看起來比較薄 或這邊有眉頭 看起來比較像小胖娘 她喜歡取到比較福態的一點 不是說胖 而是臉結起來比較有福氣的 所以最近在醫美診所的 這個臨床比例上來講 像院長講的 坐這兩邊的人真的是很多 對 眉間紋 尤其是在婚前 對 在婚前那一個禮拜 她們要稍微大改造一下 但是微整型就會讓她們覺得說 可以到達她們所需要的條件 對 雖然說我們去改變 我們自己的樣貌 用一種微整型的方式 是很方便 然後我們要找安全的 專業的醫生來處理 但我覺得重要還是 你自己心境 心態 你的態度其實就是 像也是由新生 所以我們講說 為什麼往往有些人的這個 除了老化會改變我們面向之外 心情也會影響我們面向 心情的話 一般來講 修面也可以補心 其實我們如果說你看鏡子 譬如說你經常看鏡子的時候 這樣看 如果你是快樂臉 你看自己就越看越順眼 如果你看起來是不快樂的臉 你就看起來就越不順眼 不會 我喜歡這樣子 所以如果過去來講 光只有所謂的心髓 向由新生 可是現在另外一個層面 也可以心髓向轉 心髓向轉 而且現在的人 可能跟以前的觀念不一樣說 現在愛美是你生活裡面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重心 為什麼 有健康也要美麗 而且有美麗代表是更健康 有美麗是更健康的 其實每個人都喜歡欣賞美的事物 自己欣賞自己漂亮也會開心 別人欣賞我們也會開心 崔芬你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現在的人 像我有一些朋友 因為像我們做媒體的常常作息不正常 然後就是經常熬夜 然後才年紀輕輕的 才30出頭 就很多就很嚴重的 因為他熬夜嘛 所以我覺得熬夜的人 加上又抽菸 他們很容易膠原蛋白流失的特別快速 然後因為作息不正常 他們就會整個臉是暗黃的 黃黃的 然後加上又皺紋就出來 然後我覺得像這樣子的臉相 他就經常被主管懷疑說 你是不是那個作息你的生活很有問題 你這樣子能在工作上發揮得很好嗎 他會去懷疑你的專業度 然後就覺得說 對 就覺得說 你這樣子連生活作息都管理不好的人 然後經常把自己的身體 好像看得都快病倒的那樣子的 病奄奄的人 他就會一直被質疑說 你是不是應該去看一下醫生 其實我覺得他需要去做微整形 而且你會一直懷疑說 你好像沒有工作效率 對 你好像能力不足 對 怎麼整天都沒有精神病厭厭的 不是說我們大家看外貿協會 來判斷 就是評斷這個人的能力 而是說 真的就是說不管公司也好 家庭也好 其實你整體的美感 會帶動整個家庭的圓滿 跟整個事業的圓滿 就是真的 這個有需要 因為有時候嘴角上揚的感覺 跟沒有上揚的感覺 那個看起來有沒有笑笑的臉 差很大 所以往往現在的這種觀念比較開朗 可以適當的調整 嘴角給他上揚 眼尾給他笑嘻嘻 那種感覺看起來就比較快樂 對 都可以運用這個微整形 微整形來幫忙 對 好 那還是要問一下院長 就是如果說我們在做眉間紋 或者是嘴角要上揚這一些 微整形的部分 它是怎麼樣的進行方法 安全性又是怎麼樣 是的 一般我們要做微整形 首先考慮到有效 但是你應該考慮到另外一個時候 你到底要有效多久 你要有效的半年一年 還是五年四年 當然長久一點比較好 要不然突然在重要那一天垮下去 好不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趨勢 就是過去可能用短效的概念 可能一兩年 現在可能 你已經有經驗過一兩年的資料以後 你就慢慢的你就引用比較 時效性可能來個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好 我舉個直接的例子 我們通常在做龍筆 以前的話可能就是暫時性的 打個半年 一年兩年 對 第二個選擇是可以用所謂的 所謂的材料 矽膠的材料去做甜的 那這要開刀了嗎 要開刀 慢慢的現在的話 你可以做的這個時效性 給它十年 然後你又沒有所謂的 開刀的這種困擾期的話 這就是一個趨勢 它的填充材料是什麼 在臉上來講的治療裡面 比較痛的應該是指下巴跟鼻頭 是 人家說矮皮 矮皮嘛 你矮皮的地方不要